又打各位穷的這邊有大家早 封路老師,大家都知道 8月份的營收今天是公布的最後截止日 其實有好多的自由聲 今天都是領長領軍的指標 但是由8月份營收創新高 目前股價有漲得還不少 加金、世新KY、創意聯電 不少是半導體族群在領軍的 但是這些股票 雖然8月份營收很好 但要如何避免追高呢 怎麼樣買才不會追高 封路老師 追價的一個部分 你也得看它的威界 像今天很多公司 它其實公布了8月營收 它反而很多開高走地 尤其在上櫃的一個部分 主要原因是前段時間 長得比較多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追高真的風險會相對比較大 在這裡面我舉個簡單例 像今天有一家公司 剛剛佑德還跟我說好強 2388的威盛 它公布了8月營收 是月增超過幅度很大 然後年增幅度也很大 那請看它是不是先從高檔的93.7爆量之後 連續修正的6天 才開始反映利多的一個財報 這個就跟今天很多公司 像814的一個震華店比較不一樣 它今天之前是創高之後已經休息 但它已經強勢很久 它開高之後就休息 就沒有什麼在攻擊 為什麼 因為它先前長得比較多 好 那我想現階段大家在看整體的一個產業的話 你要去留意到位階 這個是很關鍵 因為指數現在是從台積電帶動往上攻 那整體的半導體供應鏈 還有相關的IP族群今天都特別強 我舉一個今天最強的IP股 它是3661的四星KY 那它股價這邊又持續下去創新高 這也是跟它的先進製程有些關係 那再來上我們跟大家提過的343的創意 這是有先進製程的一個IP概念 那從季縣那邊慢慢的往上再攻 也是在反映到它的白雲收非常亮眼 股價也從季縣服飲店長兩天 法廉也會去支持 再來就是像3680的這個 極紫外線的一個光照盒 你看加登 它的一個股價在這邊 先前有先拉回休息整理之後 上禮拜就先轉牆 那投信又大買 那今天再往上去創高 早上還在創了不斷的高點 所以這一些是大家可以是去做留意的 那我看到這裡的話我就發現 今天半導體工業有另外一個族群 從低檔剛剛上來 這個是所謂的矽晶圓部分 那龍頭大哥當然是6488的環球晶 那股價今天其實是跳空越過季線 那在這裡面我就會在想 整理的一個季線的一個位置 扣底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我看到它整體族群都在轉牆 所以我今天我看到了 矽晶圓在晚上轉牆攻擊的時候 5483的中美金 這一波其實它的股價是最強 那它股價這邊也準備要去做突破了 投信跟外資同步的一個買超 那位階最低的還有一檔 就是3532的台勝科 但我要跟大家提醒 我認為我最看好的會是3532的台勝科 關鍵就在於說 它的主要的一個大股東是來自日本的一個商控 那它的一個設備目前來看是相對來講比較新的 以12吋晶圓為主 那它的一個股價這邊在季線剛剛開始又跳空越過 那我發現它離半年線還很遠 半年線的位置大概在210元 那季線的位置這邊一旦出現一根長紅 季線扣底由高往下的話 它就直接就變成全線的一個多頭 再往上去挑戰半年線的空間其實相對就大 我覺得投資人員可以留意 尤其是它的一個產業有報價提升的一個 的一個下半年持續漲價的一個題材 我覺得這裡可以去做留意 同時間它也帶動到再生機緣 那系機緣這麼好再生機緣也會好 比較低價是8028的生洋半 搬運收也不錯 股價現在也來到了季線附近 從前一段的一個高點 77.9拉回休息已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這邊從半年線往上走 那這邊比較可惜的是投信 對它來講的話是比較不友善 連續性的賣潮 但我覺得這時候就可以特別留意到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報告過的1560的中煞 好 那這1560的中煞 如果投資民有印象 我們大概是在8月12號跟大家報告 8月11號 8月12號跟大家報告 從季線開始往上走 接著它在8月19號報了一個天亮之後 拉回休息也整理了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現階段最低來到了半年線 那這兩天我發現投信又開始悄悄的回落 我覺得這檔刻骨在這邊在季線附近 那整體環境都會好 除了本身的一個鑽石碟持續性的一個成長之外 再生於晶圓的部分也在進行成長 那我想接下來整體的一個半導體相關的一個晶圓代工廠 全部都要擴廠的情況之下 未來相關的一個耗材鑽石碟 未來需要的這個上油原料 矽晶圓再生晶圓都會持續的一個增加 那它的位階又最低 而且投信又悄悄回來買的話 我認為這檔公司也可以持續做一個留意 最後請教封路老師 因為你剛提到3661的世新KY 在這個禮拜五也要進行除息 今天是融券的最後回補日 那在近四年的填息行情 就是一天內它就填息了 你認為在這一次的表現會如何呢 因為它是在除全之前 除全息之前已經怎麼樣連續性的大漲 我反而是認為說 今天有可能是因為趁著整個市場氣氛良好 然後又是所謂的一個融券會最後一天 本線上的一個高點 我認為在今天有可能會出現 因為如果大家如果往左邊你看的話 現階段是不來到今年三月到五月的一個盤整區 三月到四月那個比較大的一個頭部區 那我比較不建議去做追加 那它的一個股價已經從季線這裡 在什麼時候 在8月15號第一次站上季線之後 它會連續從700多塊錢 移入供到今天的900多塊 我認為這邊應該不是去做一個 搶它做一個田圈席的一個動作 畢竟今天大多數的一個潘海供應全部都上漲 今天有個全面反彈的一個空間的話 我會建議去佈局位階限率比較低的 好 這樣子大家 未來大家往上攻擊的力道會比較強